哈囉,又到關文學長陪你學的時間啦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時間的加減 那在談時間的加減之前 我們要先稍微複習一下時間的換算 那換算的話呢,我們現在常會討論的 當然你甚至可以從年啦,從月啦 然後一路到日 然後呢,到這個時 然後到分到秒 不過呢,這邊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月跟日中間,沒有一定說是幾天 因為有的是28天,有的是30天,有的是31天 所以通常呢,比較常會出現討論的是 一日有幾小時 然後呢,一小時有幾分鐘跟一分鐘有幾秒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在換算的時候常會弄到的 所以呢,你會常常聽到,譬如說 就是等於一天又六小時 好,這是一種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去公告前一天 不會明天公布欸 不會明天公布欸 它會是後天的下午兩點才會公布這個case 這個案例 所以這個時間差是多少呢? 哇,這個確診到公布差多久呢? 欸,你就發現有一點點難減欸 為什麼呢? 欸,這個下午兩點跟下午七點怎麼減? 那,我們通常呢,要做的事情是 要把這個換成24小時制 所以下午兩點就是2加上12 所以是14點 那,下午7點就是19點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囉 你怎麼樣用後天的19點 呃,後天的14點 不是19點 然後呢,跟這個今天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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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點來減 好 那我們呢,其實也可以用這個直式的減法來算 怎麼減呢? 就是14點19不夠減 就跟前面的天呢,借時間來減 那每減少一天 我們把後天變成是明天 少一天嘛,對不對? 的時候你就可以把24小時加過來啦 欸,24小時加過來 就變成24加上14 這樣變成是多少? 這樣變成是38 38-19呢? 欸,答案就是19 那明天減今天呢? 欸,就是減差一天的概念哦 所以其實啊,這就變成是一天19小時 好,這看起來呢 有一點點的複雜 不過沒關係 這影片都會教你 只是希望讓你知道 大概有兩大類型的狀況 時間要怎麼換算 以及呢 時間最後要怎麼樣加減 等一下 非常重要的 小心 你 是